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丽华 对 你没有想错 就是经常出现在你英语课本里的那个丽华 很抱歉这么多年让你帮我写了那么多的信 写了那么多的介绍 写了那么多的请假条 虽然收到信的朋友和我说他们都看不懂你写了什么 看介绍的外国人还是不知道我们的国家是什么样的 老师也从来不给我准假 因为他们觉得一封错别着很多的信 一篇语句不通的介绍 以及一张读不懂请假理由的假条 都是我不好好学习的证据 不过这么多年你真的变得越来越棒了 因为你写的竞选稿 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因为你写的演讲稿 我获得了阅读比赛第一名的好成绩 很谢谢你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包容我 做我专业的写手 麻烦你这么多年 也终于快要结束了 你变得越来越好了 其实我知道你变好的不只是简单的那几个英语单词和高级的局势 你还从那个畏畏缩缩的小孩子长成了勇敢的大人了 从原来那个逃课抽烟的叛逆期少年 变成了一个沉稳冷静的成年人 也从那个只会考前临时报佛教的学章 变成了胸有成竹的学霸了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说的就是现在的你了吧 你的人生一定没有一刻像现在这样 拥有着那么多的知识 也一定没有那一刻比现在更有自信 听说你要高考了 不知道你复习的怎么样了 但是我知道你一定学得很好 整整高中三年的期来 一定能让你考一个足够优秀的好成绩 或许现在的你有点紧张吧 其实完全不用怕 你已经足够努力 幸运女神一定会眷顾你的 高考的魅力就在于 不管未来你去了哪里 遇到了什么样的人 都是人生最美的一场安排 这一次高考所有的人 所有的事都在为你让路 你的老师 你的父母 一直都站在你身后 陪着你 护着你 支持着你 还有你的同学 他们都和你们在一起 陪着你们并肩作战 还有那些不知名的陌生人 他们都会把手机调成精音 关掉那些吵吵闹闹的广场舞曲 给你们一份足够的宁静 还有老天爷 他早早地准备了好天气 让你们在炎炎夏日里享受难得的清凉 你看 全世界都在为你让路 另外 偷偷地告诉你 那些走廊里贴着的 伽利略 牛顿 麦哲伦 阿奇密德 也都在偷偷地发着力 祝福着你 取得一个好成绩 对了 我还是要提醒你们 一定记得带好准考证 身份证 图卡币 签字笔 香皮 赤字 还有好多你需要的东西 进考场以后不要紧张 高考就和以前的模拟一样 不过是一场考试而已 不知道今年还能不能在高考遇见你 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 麻烦你了吧 不过也是 你都长大了 我也该长大了 做一个会自己写文章的梨花了 听说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一段时光 不诉苦 不抱怨 一心学习 日后想起来 自己也会觉得感动 我知道 他的名字一定 旧家高考 写到这也就差不多了 毕竟是有字数限制的 你也一定要记得 那些规定的字数限制呀 你一定要记得我 毕竟我可是 承包了你们一整个青春的人 最后的最后 祝你高考成功 取得自己理想的成绩 加油 你的 李华 李华 从来不是他们刻画的那种样子 不是谁的王子 讲不出善情的字 在喧嚣的王国 守护自己的寂寞 门外惊心动魄 门里我泰然自若 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 清醒心里很清楚 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 才执着这段旅途 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 一个人聊生欲无 在滚滚着实 却不把梦交出 尽管过真多残酷 心熬而酸酸的 伸出泪水浅浅的 总有某个时刻 风出爱是暖暖的 心里一直有你 为了你我不放弃 曲折谈何几句 总有一天都抚平 这一路走来说不上多辛苦 清醒心里很清楚 是因为还有那么一点在乎 才执着这段旅途 这一路走来还忍得住孤独 一个人聊生欲无 在滚滚着实 绝不把梦交出 尽管过程多残酷 越爱的越束手无策 越痛的越铭心深刻 谁来了谁走了 谁在天地肩不舍 这一路走来难免有些糊涂 难免会把谁辜负 我们是漂浮沧海中的异俗 有什么不能让步 这一路走来什么都不算数 如果美丽的祝福 一步又一步在人生中过渡 谁会同谁的全部 这一路走来 从最怀念最初的坦白 啦啦啦啦啦 我这一路走来 我这一路走来 的真爱